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报价是26400点 A50指数是下跌0.23% 目前报价是13500多点 比特币是上涨10% 目前报价是10520美金 黄金白银继续在高位盘整 白银价格是18块5附近 黄金价格是回落至1535美金附近 二元兑美元依旧是在0.67附近徘徊 原因方面昨晚轻微上涨 目前报价是54.83美金 我们昨天看到澳洲股市呢 有一只股票还是表现不错的 叫做NAN 我们之前呢在多个公众抗核已经是推荐过 那么股价呢从8月份的5块不到 那么到目前一个星期的时间 已经是涨到6块8毛5 昨天收盘价格涨幅非常不错 所以呢8月份我们依旧是 创造出来了一个上涨30%的推荐报告 那么这样的一个绩效呢 我觉得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表现不错 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就是黄金价格 还有这个澳元兑纽币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面 依旧是稳定上涨的 那么澳元兑纽币呢 也是我们长期推荐的一个稳健的品种 那么今天下午2点半呢 大家要关注一下澳联储利率决议 将会影响澳洲呢短期或者说是一两个星期的一个澳币本身的走势 那么最近呢很多人关注到了经济衰退的一个趋势 或者是一个预期 那么这样的预期在过去有没有发生呢 其实是有的 在过去呢比这样严重的金融危机呢也发生过几次 包括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 那么那一次事件呢就标志着当时的美国金融危机 已经是到了无法逆转的一个地步 需要把本国的经济或者是金融危机转移到海外去 那么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1971年之前啊 美国呢是打了机场战争 那么战争大家都知道是费钱费的非常厉害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发债还钱啊 或者是印钞票 但是呢因为美元是绑定黄金价格1比35美金 因此呢只有和黄金金本位脱钩之后 美国才能大肆的印钞 那么印钞了之后 本国消化不了的货币呢 就放到海外去囤着买海外的资产 因此呢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美元的国际扩张的 后来50年的一个趋势 那么在这50年里面 除了美国以外 其他国家的央行也在不停的通过印钞来刺激经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事实 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美元的实际购买力 或者是实际的贬值 已经是高达98% 相比于1971年 那么美元以代表的这个美国的经济 在过去的GDP增速里面只涨了17倍 从1971年 但是呢债务方面呢 已经是涨了55倍 也就是说在过去5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美国大部分的时间依旧是通过债务扩张 或者是资本资金货币现金的一个刺激来支撑其他的资产 价格的上涨 所以呢繁荣背后呢可能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力量是来自这方面 那么因此呢对泡沫化的这个股市或者是楼市啊 起到了一个助推的作用 因此呢我们看到现在的危机比当年还要惨烈啊 惨烈的背后呢是因为央行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降息了 我们看到欧洲丹麦 在丹麦买一个房子 从银行贷款呢利率竟然是负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从银行贷款你不仅不需要还利息 反而呢银行要给你钱 0.5%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极其不正常的 相当于是我们白得了 几十年之后我们白得了一套房子 这个有点非常不可理喻 但是呢就是发生在了当今的一个现实的社会里面 因此呢目前的全球金融环境呢 一定要引起我们大家的这个警惕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 我们一直在迫不及待的 推荐大家买入黄金或者黄金类的股票 进行避险 那么在四月份之后呢 一直强调大家要两条腿走路 避险资产和风险资产一定要同时持有 因为避险类资产在未来 我相信需求还会继续增大 很多隐藏的忧患危机 并没有在现在的这个时刻显现出来 那么中美双方在月底的时候 也会将有继续的这个会谈 如果双方会团成功的话 可能会对经济的这个复苏 起到一定的有利的支撑作用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英国方面的政治也是极其不稳定的 现在英国首相和英国女王呢 都被双双拉下水 要对脱欧的事情呢 做最后的一个决定性的决策了 那么脱欧到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三年了 这个期间呢小孩子都长大了 长大成人了 满18岁了 但是脱欧的事情还是迟迟未决 所以呢反对党呢就一直希望把这个事情脱下去 就像分手的两方有一方不太愿意分 怎么办呢就靠脱 脱着脱着可能日久又生情了又复合了 但是呢这个现象遭到了首相的非常的强烈的反对 因此呢10月31号之前不管能不能达成协议脱欧是必然的 分手协议必须要签好 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的金融反应 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就是英镑在最近几天又是大幅跳水 每一次的英镑上涨都是一次反弹 因为政治不确定的情况下对本国货币的打压是非常厉害的 除了除非到什么时候呢是下个月10月份的时候 英国如果是真的是达成协议了 或者是这个议会又重新开启了 现在的议会呢基本上从9月的第二个星期开始就停滞了 一直到10月初才会重新开启 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里面 如果是英镑能够齐稳 那么我相信在未来随着政策利好 政治方面的利好英镑的涨势会非常的可观 因为英镑的波动性一向是非常大 如果所有的利空都出尽的话 那么反弹将会是我们今年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长线的投资机会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想参加我们的线下讲座活动 在视频的下方呢会有报名链接 里面会有详细的时间地点 9月7号呢我们会在悉尼有一场讲座 欢迎大家的报名